我一直想問說像是地方政府他們的都委會本身就是有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然後讓民眾可以抓到這邊 等到他要出行去發言的時候他會再給他一個特殊 就是例如說像後面進去那個方式 然後他們在裡面發言完出來之後他們可以回到這邊再繼續聽他們委員的討論 或是說聽一些其他議員或是怎麼議程的進行 所以我剛剛會好奇的點是說那為什麼就是包括可能剛剛我們民眾在裡面有講到說 為什麼我們就是委員們的討論我們不能挺 就是可能並不一定在裡面可能在這邊透過這種投入的方式就是去聽 對那這個部分我可以幫你反應 因為這個還是就是每個單位有自己單位的行動 可是請問那正部已經這麼久了這個會也不是第一天開 那是不是每一次來都講這句話 從來都沒有人有這樣的意見嗎 至少我是沒聽到 可是我以前來過我們就是可以聽啊 對 以前我來過我不是沒來過 我最近是因為家裡有點事情 我比較沒有不常出現 我以前我常來欸 你讓我先打個電話訂個便當 然後我再回應你的位置 好不好 因為他們開會要先訂 OK OK 你可以讓我照你的臉嗎 你 我先沒有照到你的臉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蛤 照你的臉可以嗎 因為這樣的話可以為你講的話負責 可以啊 OK 你 你是哪一個案啊 就是剛剛廣次的那個 你也是廣次的案 只是我今天沒有發言 因為我想說 怕講太多 我覺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感覺我以為他們應該也不是很想提到 因為我有 我有就是後來有 那個有提出意見 只是因為比較晚送 所以他們可能沒有一開始就會列進去 那你剛剛有在後面聽嗎 有啊 就是剛剛在那個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本來想講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 我本來是想跟他們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時候在都委會 會 就是在北市都委會的時候其實那時候已經講了很多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他們那時候他們自己也是採取 應該是說他們已經有一個既定的意識形態在那邊 所以其實不論我們民眾講了多少 就算講的很有道理 或是說講的我們就是他們也知道 其實我覺得委員們也應該知道他們自己的一個專業的意見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其實到後面他們就是在一些 他們可能自己政策的一個壓力下 所以他們可能也沒有辦法做出他們自己心裡面 就是要的一個決定 那我剛剛其實主要在我意見裡面 我主要是講說那個 想說我那時候會想跟委員們講是我覺得 容積率那種東西 因為他們一開始說想要把200億條的死亡 那我是覺得 200億條的死亡這種東西不是0跟1的結果 就不是4或是1 應該是一個協調的過程 所以我會覺得說應該是可以讓委員們去重新思考這件事情 是先不要那麼快去做決定 然後我們可以讓北市政府願意去跟居民去協調說 我們並不是覺得說容積率提升不好 而是說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達到一個折中 而不是說我們完全不懂 或是說直接一口氣 上限 而是透過政府跟人民之間的一個討論 來決定說那我們最後可以接受 雙方可以被來指的問題 到底是多少 對 那另一個就是 可能像要講的 上面去 因為 那時候其實他的那個實施方式裡面有很多病根 所以 那時候其實就會 跟他說 因為其實他一開始的一個開發是 就是 因為 那個大姐 大姐 大姐 能不能去投下好不好 我會 腳會刷 那你就去啊 我等一下還要訪問他 我在做訪問 對不起 我在做訪問 我在現場做訪問去哪裡訪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 因為 另一個部分就是 他 就是 因為其實 我覺得他 這個比較直接的是說 他這次就只有做 什麼所謂的 強烈的病根 可是其實 因為他一開始 在那個 說 都市計畫裡面寫的 史 大聲一點 他一開始在都市計畫裡面寫的 那個 實施經費跟禁錄那邊 他本來一開始是 想要 就是 讓他這邊的 就是 讓他商業去開發 他可以直接做為社會福利基金 就是讓他商業去開發 才能可以直接 引注來 給所謂的社會福利設施 做一個基金 也就是所謂的 專款專用 那可是 因為到他後面 因為他開發方式的改變 所以變成說 其實 他把這個直接 引注社會福利設施 這一款也 拿掉了 變成說其實 他商業去開發的錢 並不是要直接 引注給社會福利設施 而可能是 就是給市政府去做 他才能使用 然後再用所謂的 一個財政起播的方式 去給他們 那我會覺得說 他既然開發方式 已經 產生這樣的變更了 那是不是應該 不應該只是 用一個開發強度按 來看這件事 而應該是用一個 所謂的 整體態 就是 應該是要用整個計畫 變更的模式來看 而不是只是他融機率變更 因為他的開發方式 已經改變 已經讓他整體計畫的目標 跟他原先 想要開發的一個構想 是已經整個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不只是 討論社會福利設施的 融機率 而應該是要討論 那個商業區的大小 應該是有縮減 甚至是 就是 他的面積還有再減少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